我昨天本想秒杀一个包包的,结果没成功 你也去秒杀,哈哈,看来现在大家的饥饿营销战打的是热火超天啊 饥饿营销,什么意思 饥饿营销一般是商家先亮出一个惊喜价,吸引很多顾客过来 再故意限制供货量,让买家觉得他们的产品很烫手 到后面形成供不应求的假象,然后再提价,以赢得更多的利润 原来是这样啊,听起来好高深啊 哈哈,其实饥饿营销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 一般都是已经有一些口碑的品牌,会做得比较好 像一些奢侈品牌,他们本身拥有很好的顾客基础 再适当推出一些限量产品,会增加人们的兴趣和购买欲 懂了懂了,那像苹果也是在做饥饿营销吧 他们总搞限量销售,每次新品发布后 苹果粘卖店的队伍都是排得好好当当的 依然会有很多人买不到 最终果粉们往往宁愿在其他运营商加价抢购 你的理解很到位嘛,现学现用,不错 嘿嘿,还要谢谢你教我这一课呢 说不定以后我的市场工作中也能用到这一招 不客气,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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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客气 不客气 感谢观看